陈树杨子同穿了小白裙,年龄差了15岁,美貌不舒,但气质很重要,陈树礼服的样子,色彩,纯白彰显清新典雅的风格,简约大方,色彩对裙子的款式有很大的影响,陈希选择了一件纯白色的礼服,零饱和度的白色,给人一种明亮,干净的视觉效果,简单大方,配合着女性化的长裙,更是给人一种明亮。 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,很符合陈树的气质,陈树身上的裙子,已经到了小腿,只露出了一截白皙的脚腕,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矜持,亮点,中式丽领彰显优雅风韵,折边设计彰显精致设计,这条裙子的款式和色彩都很普通,但也不会让人觉得乏味,领口处用了一个中国式的丽领,将古典的气息衬托得淋漓尽致,将时尚与中国的风格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,对于视频的选择, 可以让整个造型变得更加完美,比如陈树的那条黑色的腰带,深色的颜色,打破了纯白的单调和乏味,而且它的使用范围很小,既能增加整体的颜色,也不会影响整体,这条黑色的腰带将它的腰线勾勒出来,将它的双腿修长,塑造出完美的身材比例, 养子礼服的样子,花色,心形图案丰富,增添趣味俏皮,养子穿着一件纯白色的长裙,与陈树的长裙不同,它的长裙上多了一个心形的花纹,中间用三种颜色的颜色组成,与白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心形的设计也有一股可爱的浪漫气息,给这件连衣裙,增添了一丝俏皮的气息,与养子的活泼甜美气质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 在发型上,养子选择了一个很简单的小公主头,这款发型没有繁琐的设计,也没有任何花哨的修饰,只需将耳边的长发竖起,用一根蝴蝶结作为点缀,同时,它的额头也保持了原来的刘海,将它的脸蛋衬托得更加圆润,简洁的设计和简洁的设计,让头发看起来既清新又复古,又充满了法国风情。